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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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個勇敢的靖傑兄 勇敢說我還是不清楚 那我跟你說 這一些東西 通通都是你探討的 通通都叫做變相 因為它統稱變相 那為了讓你 將來在做的過程中 比較能夠去區隔 所以呢 我這裡面 它把它層級分出來 龜屬 層級就是一個 叫做龜屬 它最上面這一層 叫做感受 就是我要了解的東西 叫感受 感受呢 其實 我們要給它一個名稱 我稱它為 構面 或稱它為像度 所以到這裡 這叫做像度 或者叫做構面 我給它這個名稱 它的英文叫做dimension 構面 構面 我感受這一個字喔 服務的感受 我進去的感受 其實有這麼多 這麼多項目 這麼多項目 這個我們稱它為 叫做什麼呢 因素 叫做factor 我們稱它為因素 我稱它為因素 稱它為因素 因素底下 譬如說 好 我們來看看服務 服務裡面呢 我可以用很多個題目 代表服務 我可以用很多個項目 代表題目 譬如 代表服務 譬如說 購買 購買 這個 票物 或者有atm的服務 有atm嘛 對不對 或者說有 傳真服務 或者有什麼 這種呢 叫做項目 這種叫做項目 這種叫做項目 或者稱為題目 問卷叫做題目 英文叫做items Io 我每一個都可以分很多 都可以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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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探討一個專題製作的時候 你們要探討的 越細越好 還是越粗越好 越上面越好 如果你要探討 我要探討 感受兩個字就好 感受好不好 還是說 他在場景的部分感受如何 他在多元性的感受如何 他在價格感受如何 比較好 還是說 我最細的 把他看出來 在場景裡面 我說他的佈置 他的背景音樂 他的價 譬如說他的物價 物品的價值 不是那個價值 他的背景音樂 或者說他還有什麼 譬如說他的廣告佈置 廣告的佈置 等等 這個叫做場景 這幾題的問題還叫做場景 場景加多 這些加起來叫做感受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把它切割成三大塊 切割成三大塊 這裡一塊 這一塊呢 我們稱它為橡木 這一塊呢 這一塊呢 我們稱它為因素 最上面一塊叫做垢面 這樣垢面 這樣懂了嗎 這樣可以嗎 好 如果是這種方式來看的話 當然我還可以 這是我現在這樣分法 當然你也可以再往上 上一層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如果你的研究架構 是很多種不同架構 譬如說 一個是感受 假設一個是感受 假設我現在一個是感受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叫做什麼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對這個7整個 整個 形象 譬如說還有形象 還有什麼 對店家來講還有什麼 形象也有 感受也有 也許還有什麼 有沒有別的 對一個廠家來講 如果你心中 你對7整個形象如何 他服務的感受如何 另外可能還有什麼 將來他的企業的發展 企業發展 或者社會的福利 社會的叫做什麼 社會的責任如何 那我現在把這三個 把它框起來 把它框起來 我就可以談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 他們三個之間的關係如何 那不就可以談出一個很重要 是因為他形象好 是因為他社會責任好 所以形象好嗎 還是說因為他的服務好 他的形象變好了 這可以去探討 那這個感受 在這裡就是最上面一層 那這個形象 也是在這裡的上面一層 這裡的社會責任 也是上面這一層 如果我說這上面有 假設 假設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把這三塊 把它改成為 這裡是形象 這裡是感受 這裡是叫做社會責任 然後社會責任又分很多 形象又分很多 感受又分很多 那是不是變成 又另外再加一層上去了 不管你夾多少層 那個通通都叫變相 統稱變相 只是你怎麼去區隔他的名稱 這樣懂了嗎 上禮拜講的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如果沒有這個概念 可能你後面做不大容易 那後面要做要練習的時候 我也不會用這麼複雜給你做 可能做到這兩個就可以了 做到這兩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上禮拜我們看的東西 像這個圖 這個圖不是 你可以看出來 人口變相是自變相 滿意度是一變相 服務品是一變相 忠誠度是一變相 忠誠度是一變相 那忠誠度呢 這個我又分成 載購意願主要行為 口碑擴散效應 這些都是忠誠度的因素 這說它的因素 這樣知道嗎 其實我也可以把 再拉上一層 因素也可以把它看成過面 只是你要很清楚的 這四個加起來叫做忠誠度 這種概念 好 如果有這種概念 我們今天會有一個作業 什麼作業呢 我們用這個當作業 用上次 上個禮拜 第一次的時候 第一次你們不是有分組嗎 你要照那個分組嗎 還是說你另外要去切割 另外切割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是多少人 56 幾個沒來的 幾個沒 陳少威是要修 陳少威沒來 沒有 好 沒關係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下一節 要到901 氣管系的901 你們通通在那邊上網 你要在那邊上網呢 上網呢 我要你們找的是什麼 找的是過面 也就是 從這裡找到這裡 從這裡找到這裡 那怎麼找法 我現在告訴你怎麼找 我舉例是舉什麼例呢 我假設舉 勞動情緒好了 好 我舉例 勞動情緒 我畫 我寫在這裡 假設 我勞動情緒 什麼叫勞動情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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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明顯的收狗的電梯小姐 你不管怎麼樣逗她 怎麼樣去 她一定是怎樣 笑笑的就是跟你笑笑的 她還不跟你多囉嗦 她就保持那種情緒 那種表情 然後還有哪一個 在那個總統府前面 還有中正紀念堂前面 還有那個士林那個地方 不是有閱兵交接嗎 那戰衛兵那個戰者 就是戰者 你怎麼逗她們 絕對不會任何動搖 那個就是一種職業嘛 工作嘛 那如果是這樣子以後呢 只要她一在這工作崗位上 她必須要用這種表情 那就勞動情緒 當老師 我其實我可以講 欸靜傑兄你在幹嘛 還有前面那個誰在睡覺的 欸 兩個三個睡覺了 把他叫起來了 好 那如果說你在某一個職業上面 譬如說 電話申訴的一個 申訴的接電話的人員 你不管對方怎麼罵你 你還是一樣 對不起對不起 然後你絕對不能有 不樂不瑞的 不樂的那種講話 口氣出來 那叫做勞動情緒 所以勞動情緒是壓抑的 是壓抑的 那我們來看看 我隨便打一個 打一個資料給你看 我上網打一個資料給你們看 大概你就可以知道 勞動情緒分成幾個區塊 這個要跟什麼搭配呢 如果你要做這一塊 你要跟前兩個禮拜 我跟你們說明的 我跟你們說明的部分 是哪裡呢 是那個 這個 你上網看以後呢 文獻整理的部分 你要先看說 假設勞動情緒 它的意義是什麼 叫勞動情緒 第二個呢 勞動情緒 人家在探討的時候 分成幾個 幾個因素 分成幾個因素 你看我現在上網看 你就可以抓到 有幾個因素 大致上 勞動情緒分三個 大致上分三個 我們來看一下 先等一下再休息 我先把它講完 記得這個網頁 這叫做 這叫做 Google Scholar 學術網頁搜尋 這個學術網頁裡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工作 勞動情緒 好 你可以看出來這麼多 可以看出來這麼多 然後每一個你進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內容 然後它會分 它會分 它會分 你看這裡面 看到這裡 勞動情緒勞動情緒浩劫 情緒浩劫情緒智商 我來找一個看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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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一个比较假设是这个 我找一个比较 我先跟你们讲一下比较快 等一下过去 查出来的结果大概是三个 一个是正向劳动情绪 负向劳动情绪 一个叫情绪浩解 三个 他会说这三个叫做劳动情绪 正向是你不管如何 你都会去用比较正面的 比较愉悦的方式来面对 你的叫做正向的劳动情绪 负向是你一直在压抑 一直在压抑 你一直在压抑压抑压抑 用压抑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劳动情绪 第三个是浩劫 就是说到最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接受 你会心理上会有很大的冲击 这种叫做劳动情绪 那这种是比较困难 也许工作满意度 或者其他的你们都可以去查 那我等一下到那边以后 按照主别去做 我不要太多人 不要太多人 六个人 六个人一组 大概我们会有八组 六个人一组 然后你们只要定一个主题 你只要定一个主题 譬如说你只要定一个主题 任何一个主题 工作满意度 好 满意度是一个主题 满意度是一个主题 主题之下你要有哪一些购面 哪一些因素你找出来 你怎么分它的因素 我今天只要练习这个就可以了 你们那一组讨论出一个主题 譬如说 譬如说 实华你要跟谁一组 你们这一组 我知道你会詹家荣 或者那个谁 那个姨梅啊 梅姨还是姨梅 刘姨梅 然后你们几个会一组 我知道 你们这一组 你们找一个主题 随便讲一个主题 你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主题是什么 随便讲一个 好 满意度 他只要主题满意度 那满意度 主题是满意度 对不对 你要有对象 譬如说是服务业 或者这个银行 或者什么的满意度 你针对这个满意度 你分成几个重要的大象 这大象就是所谓的因素 我要的是这个东西 当然你也把它当购面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当购面 好 主题之下分几个购面 几个因素 你找出那个东西出来 那你必须要怎样 你必须要登录说 你看了几篇文章 几篇文章 从哪几个人 作者是谁 作者是谁 等一下我会写在那边 黑板上面 作者是谁 它题目是什么 然后呢 它分成几个 几个因素 几个因素 我等一下写在那边 黑板上面 我要的是只有这个而已 你们要讨论 你们五六个人一组 把它找出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我可以用这个 下礼拜呢 我们在讨论 讨论他们就会造成 就会可以显现出 所谓的研究架构 这样知道吧 好 那等一下 你们就可以先过去 帮忙 那个林玉帮我借那边 我有跟熊耀姐讲过 到那边去 然后你们如果说一组的 我希望一组一组 你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 那个位置 一二三四排 五排 一二三四五 六排 每一组刚好一组 一组一组 坐在那边 你们先过去 等一下我这边收拾好 我再过去 好 那刚刚拿几个没点到的 过来 我再过去 我再过去 一辈子 我再过去 我再过去